陳女士說 有一次她接到一個案件 有人就報案說 在某某一個深山裡面 有人發現一具無名的屍體 所以陳女士跟一位法醫 還有幾位助理 就去了解什麼事情 就當時他們幾個人在山上走著走著就迷路了 剛好是下雨 山路又不好走 不好認 就這樣走到迷路 那時也差不多要天黑了 還是走不出去這個像迷宮的山路 這個時候 他們就發現 有一位婦女向他們走過來 就問他們 在山裡面走來走去做什麼呢? 你們是要去哪裡嗎? 那陳女士一群人就說 他們是接到報案 要處理事情 結果沒有想到 這位婦女還真的知道那個地方 就帶路帶他們過去了 那過後 他們在山裡又繞來繞去 終於到了 那婦女把他們帶到以後 就離開了 陳女士跟法醫搜索一下 還真的找到一具女屍體 這屍體已經腐爛到剩下骨頭而已 脖子上還有綁著一條繩子 但是嚇人的是 他們在用這個手電筒照清楚就發現 怎麼這個屍體身上穿著衣服打扮呢? 跟那位幫忙帶路的婦女是一模一樣的呢? 哎唷 好玩啊 各位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我只是這樣簡單講講而已 但是你們想想看 陳女士他們一夥人 當時是什麼感覺的? 這天天黑哦 下著毛毛雨 在樹林裡面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講真的是撞鬼了 陳女士回憶起 當時他說他是嚇到發毛發抖的 兩隻腳都僵硬到都不能走路 其他人基本上看到的時候都嚇到臉輕輕的 所以他們處理好以後 就趕快走人了 回去以後 陳女士馬上去找失蹤的人口 看看能不能找到屍體的本人 同事就問他啦 你不是說這個屍體已經腐爛到剩下骨頭而已嗎? 那樣子都沒有 只剩下骨頭 你怎麼能夠認人的照片呢? 陳女士就說 剛才他們所遇到的事情 他猜想 那位帶路的婦女 應該就是這個屍體的魂 他雖然不知道腐爛的屍體的樣子 但是 那位婦女 一路上跟他們講話 他是記得一清二楚的 所以 就找這位婦女的照片一定沒有錯 但是其他同事 聽到他這麼講都哈哈大笑 都說他們這一行人都嚇傻了 但是 還真的是這樣 那位幫他們指路的婦女 真的是其中一位失蹤人口 婦女的家人早就報案失蹤很久了 那後來經過調查 那具屍體真的是那位婦女的 而剛才講的那個繩子綁在屍體的脖子上面的 就是因為這位婦女是被人家謀殺給掉上去的 後來就把這個屍體丟棄在山林裡面 那最後 他們也是因為這樣找到兇手了 這是這位陳女士工作的時候遇到的起案 可能是婦女被傷害 兇手沒有人知道 所以自己就幫自己引導警察法醫翻案的 那陳女士對於這個案件的結論就是說 人真的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的 當時不只是他 連其他在場的同事也是有這樣的體會 所以有些人 他常說 我看不到就不算 我要親眼看到才相信 那我就在想 你確定你要看到以後才來相信嗎? 像陳女士這個一堆人在山上迷路 下著雨 天黑黑 這樣看到被吊死的鬼魂 請問這樣的事情是你想要的嗎? 所以 你話不要講得太快 因為等到你真的看到的時候 你就嚇到尿褲子了 你們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還是不要看到這種的比較好 還是提早念佛 我們以後看到的是慈悲莊嚴的阿彌陀佛 還好很多 所以 死亡並不是結束 我們人身體斷氣以後 生命還是要繼續的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不能說不準備 因為我們人一出生 就已經被宣判死刑了 不是說只有死刑犯有死刑的 而是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被判死刑了 我們一出生 就是往死亡這條路走下去 是不是? 因為每個人肯定會死的嘛 你在這個世界是找不到不會死的人呢? 所以 人人可以說從出生開始 就已經判了死刑 只是 我們和那些死刑犯不一樣的是 我們每個人並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被死刑而已 所以 這種佛法 這種死亡的智慧 就不能不知道 就不能說 不提早準備 成功了 阿弥陀佛 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